有人问我对男生们的第一印象 这个是不是有在节目里回答过 没关系 就再听一下 我蛮想听你怎么夸我的 夸不出口 我想想第一个见到的是顺哥 然后他当时就是一直在很认真在做饭 然后我就感觉他是那种很成熟的人 但是后来发现他其实还挺孩子气的 还挺好玩的 然后第二个遇到的是你跟小龙 当时是在窗台上望到了一眼 然后当时我有听说有一个混血 然后我就很快的定义了谁是谁 我觉得对小龙的第一印象是感觉他很真实 一直在吃饭 然后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挺会社交的 因为我记得刚去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太好意思跟大家聊天 然后你就会跟每个人都说说话什么的 就看上去还挺放松的 然后但那个一进来 我就觉得是一个就真的很成熟稳重的男人 他们说录节目期间造型和衣服 大家会是自己决定还是有设计师建议的 说实话都有 纯看纯看纯看怎么样好看又怎么搭 就是当天决定当天去哪儿然后穿什么 我就想起那次我反正节目里面的衣服 其实还挺我日常风格的松松垮垮的 然后大家就说阿兴不要穿那么松垮 说实话哥们当时没想那么多 只觉得舒服就好 阿兴是社交达人八面明龙挺好的确实 阿兴的饮料都挺max的 那确实都是plus百 究极加大百 不信尧不传尧对大家任何事情都要不信尧不传尧 对不要乱传尧对大家就看节目开开心见看就好不信尧不传尧 我们好像好像我们不能回答我们私下的事情是的现在 那我们之后再聊 对以后再聊你们就乖乖的等到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见面再聊吧 阿兴在喝什么要求推荐我也想推荐一下 推荐喝水 我在喝脱汁牛奶 具体哪个牌子我就不说了 大家自己去看吧 这个品他又不给我打钱 我还帮他卖广告不可能 现在就来赞助了 阿兴喝了个矿泉水确实 阿兴在喝矿泉水 我想节目快点结束这样以后可以看到单情不渝 那你再细心的等三个星期最后一期还有三个星期 我们先认真看节目 对认真看节目不要不要乱乱嗨好吧 好想有问 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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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心打断你你说 没有你先说吧我这个不是很重要 没有他们就说他们就在这里夸你啊 嗯 谢谢夸我还挺重要的 你反正反正我们好像天天在夸你吧 在在在在在夸你吧 每个人都叫夸对方 天天夸天天见面的夸就是在那个啥 给大家打气 呃有人问阿兴煮红糖水的秘诀是什么 看起来很好喝的要 刚刚有电话打进来很尴尬 喂喂喂 喂刚才有人问你煮红糖水的秘诀是什么 看上去很好喝的要 煮红糖水的秘诀啊 首先就是你就是加几片那个小姜 就是你切几片小姜 然后加几颗枸杞 然后那个再放那个红糖粉 然后红糖粉的那个具体哪个牌子我也不太好说 但是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因为我们广东这边就是会偏用那种呃 一个一个香港的牌子好像是 嗯 嗯